連續好天氣,台灣各地大多是多雲到晴 到了週三及週六則會有封面接近 花冬有局部短暫降雨機率 建議民眾出門還是要背著雨傘 而花蓮的紫外線指數普遍是達危險級 其他縣市則是達到過量級 氣象級也對花蓮線發布了高溫36度以上黃色燈號 提醒民眾外出時要做好防曬準備 並且適時補充水分 延續週日打好天氣 花蓮地區大多為晴到多雲的天氣形態 高溫普遍來到30度以上 而週三及週六都將有封面接近 東部山區午後可能出現零聲陣雨或雷陣雨 而氣象局也對花蓮線發布高溫36度以上的黃色燈號 提醒民眾避免非必要的戶外活動 在整週的溫度變化的情形 我們可以看到低溫幾乎都沒有什麼變化 就大概就在24、25度附近 然後剛才說過了5號有一個封面會影響 不過那個是比較偏北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溫度下降並不是很大 到7號、8號的時候 6號、7號的時候 溫度可能就降到29度高溫的情形 就是比較還是偏熱的情形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到8號的時候 溫度開始回升 然後到9號的時候 應用到封面可能就影響到我們 然後到母親節那天溫度可能又稍下降 不過還是滿炎熱的 大概有30度左右 所以基本上溫度一路以來 可能就慢慢進入夏季 溫度就可能會比較越來越高一個情形 不過在局部地方 可能就5號有些鎮雨 如果在外面從事農作或是旅遊的時候 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5號山區可能會突然下一次一張雨 你如果去海邊細水 河裡細水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注意山區是不是有下了比較大的雨 可能就要注意細水的安全 本週花東都為情道多雲的好天氣 花蓮縣的紫外線指數普遍達危險級 其他的縣市皆為過量級 民眾外出記得做好防曬工作 補充水分以防中暑 並盡量避免在早上10點至下午2點 在烈日下活動 而花東午後山區可能出現零星陣雨 有安排週末母親節出油的民眾 建議攜帶雨具 記者長邦彥華臨時報導